讓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圖 右圖中 這個彈簧下端 掛有中物 手體彈簧 使物體加速向上 有一個加速向上 現在突然 手停止運動 此瞬間物體會如何運動 我們看看 如果這個手給他一個力往上抬 一個力往上抬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手給他拉力 跟彈簧的張力都一樣 都是F 所以這個彈簧的張力也是F 我現在把對象釘在M上面 F 那我就曉得 這個外力F 等於M Z加A 這個外力的話 事實上就等於彈簧的那個 拉力 彈簧張力 我們假設彈簧是沒有質量的 這個是等於K個詞 K個詞 所以我就想說 他會有伸長量 然後現在的話 你突然什麼呢 突然那個 外力去掉了 突然外力去掉以後 突然這個 這個手禁止不動 手禁止不動以後 他開始 開始收縮了 本來這個 這個伸長量他是固定的 如果你持續 這個手有給他拉的話 他的這個 這個彈簧的這個伸長量 他是固定的 當你手突然禁止以後的話 這個時候 這個彈簧他會收縮 彈簧收縮的話 彈簧的力量呢 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的話 到達平衡點的話 彈簧的力量就等於你 再繼續上去的話 彈簧的話 就變成往下推的力 不過在那一瞬間 在那一瞬間的話 彈簧的這個什麼 伸長量 他是來不及收縮 所以當他呢 手停止了瞬間 他這個彈簧的那個伸長量 瞬間 我們講說 瞬間還是x 所以那一瞬間的話 他的交度還是往上 而且的話呢 他的這個 這個交度的話 瞬間還是a 只是說他交度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到最後的話 交度往下 所以那一瞬間的話呢 他什麼呢 還是繼續往上下推 只是只有一瞬間 所以這一題的話 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c 那一瞬間 他問是 此瞬間物體會如何 此瞬間的話 他是繼續向上 加速運動 而且是只有那一瞬間 過了那一瞬間的話 因為這個彈簧他會什麼呢 他會收縮了 所以他伸長量的話 越來越小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他交度越來越小 到達什麼呢 到達這個 彈簧的張力 跟衝力一樣的話 這個時候交度等於0 越過那一點以後的話 交度就往下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他瞬間是繼續向上加速運動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那就不單純 加速運動 最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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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